为什么北大硕士赵斌会质疑江平 我算是终于导出了答案了 堂堂的一个数学竞赛金牌教练 竟然如此肯定的质疑 连水中端的江平东西造假 但是又拿不出实实在在的政绩 而且还要对赌500万 我不知道他的勇气从哪里来 现在赵斌不敢露面了 人也不知道哪里去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赵斌要质疑江平 为什么方朱子也来质疑江平造假 这是正统与非正统的交锋 这是上层人对底层人的鄙视 经常看我视频都知道 我曾经说过啊 分析过这个江平这件事情呢 其中有一名是入围了前30名的一个初中生 叫做邓洛言 他排名第26位 但是没有人质疑这个初中生 更加没有人质疑入围结赛的 六名上海中协的初中生 这是入围结赛的 有六名上海的初中生 去年呢 在结赛中呢 有两个是上海的中学生 获得了优秀奖 一般来说 阿里这个竞赛啊 在排名次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这样分配的 金奖是一个 银奖是两个 然后三等奖呢 是三个 然后优秀奖呢 就基本上是10到14个左右 加起来都是大概是17个得奖名单 那么这两个初中生呢 其中就是我一个华司附中的 廖叶行 另外是一个上海中协的孙启奥 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这两个中学生 这是什么 这就是邪术前里面的潜规则 没有人去质疑这个初中生 没有人去质疑这些上海中协得奖的 优秀得奖生 为什么 因为他们输了正统的教协 所以说寒门难出贵子 这就是底层人 这就是贫穷人口的最大的问题 一到最心酸的问题 你看看 华司附中的廖新叶 他这个是正统的 上海中协也是正统的 那么上海中协每年都有七八十个 到清法大协到北京大协 都被这两个顶尖协校骑走的 所以说他们都是根正苗红 都是正统教育走出来 正统体系走出来的人 走出来的协生 那姜平是谁啊 姜平就是一个连水中专的中专生 这些中专对于他们来说 就已经是被正统体系淘汰的边缘协生 边缘的学术人 那你想想吧 正统出来的人 他们为了上名下 啥过多少题 要熬多少夜 多长时间 而且还要参加多少的竞赛 同时他们还要交多少的协会 给那些所谓的正统老师的 要交协会 这些协会一年都是按十万十万上百万的这样去计算的 所以这些金牌的数学教练在正统的体系里面 他们都是收的费来交这些协生的 所以他们不能破坏了这个正统教育的一个规则 这就是潜规则 而江平呢 他仅仅就是移民终端生 传说他的协期成绩并不好 但是他就是捧这个业爱 他自协成才了 可想而知 我在正统的体系里面走出来 协生或者老师他怎么想 我这么辛苦 杀了这么多铁 熬了这么多业 交了这么多血贵 我才苦苦征查 考到三十名四十名二十名 你现在就捧你的热爱 捧你的兴气 你就考到了第十二名 你叫我全何以看呢 所以很简单正统出来的人 尤其是那些正统的老师 他们很自然就捍卫自己的体系 捍卫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正统体系 协术前 他是讲究出身的 而且还更讲究论字排辈 比如说上海的教授 清法的教授 跟北大的教授 跟哲大的教授 他们都是排字论辈的 清法 北大 哲大 等等高校 对江平的表现呢 是非常精神的 你像哲大 像大家公众说了什么话 就是说我们要按规矩办事 不能破坏了这个规矩 那可想而知 这些正统的名校 对江平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因为他们都属于正统的教育体系里面的人 他们是有个反复体系的 他们不能让一些非正统的人来冲击 他这个正统的体系 是不是 一旦正统的体系被人家冲击了 被人家打掉了 那他们怎么生活 他们怎么活下去 他们颜面扫地的时候 他们怎么活嘛 所以正统必须要打击这些非正统的人 所以江平呢 就被人 被这些所谓的名师推到了风口浪尖 但当然 也有些经验过像江平一样的经历的人 会来支持江平 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 临过矣的人才能够为人家打散 如果是在美国呢 江平这样的表现出来的人 这样的人才 马上就会被美国的高校 常青藤的高校 第一时间就会召见江平 第一时间就会跟江平结束 你是不是人才 其实在他们面前一看就知道 他们随便跟你聊一下天 对话个半个小时 出道题给你做 就知道你是不是人才 他们就有这么开放的心态 所以我说 我也很羡慕他们那里的学术氛围 是不是呀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 变成了美国的数学教授 美国的物理千才 美国的物理教授 有多少人呢 这些人民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去到美国 去到其他国家 当变成了教授 这些都是中国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 肥水全部流到外人田了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生死吗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有某一些人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吗 那些执意江平的人 像方朱子 这个人纯粹就是为了流量 他已经在美国 已经功成名就了 有钱了 在美国潇洒气了 他来执意江平 纯粹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找存在感 但是你们这些执意江平的人 你毁掉的不是江平 你毁掉的是江平门 你毁掉了很多扑扑通通热爱数学的孩子 他们也有梦想 他们一样是要别人来激励他 鼓励他一直往前走 当年我们的数学天才滑楼庚 就只有初中毕业 完全就是靠自己的信息呢 就琢磨出来去发现这些数学里面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太需要像江平这样的平民人才了 我们的考试制度 我们的认识制度很大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去改变 我希望我们的社会通过江平这件事情 好好的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 我欠天宫重抖手 不及一格降人才 我觉得我们国家真的是要需要非常大的开放的心态 去包容所有的人才 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才 他们都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的希望